喜良良与灰太郎 这部有着几百集的国产动画片 幽默搞笑不用想大家应该很熟悉 那是红了很一段时间的动画片 不管是小孩子 年轻人还是老人中都是深受欢迎的 可后来呢 被指出这部动画片含有暴力画面 不适合年纪小的孩子观看 因此怕影响到年纪小的孩童身心健康 部分集被电视台进播了 喜良良与灰太郎其中进播里 有三集最为恐怖 想必有一少部分观众 看过第552集《谁是我爸爸》 其实呢 灰太郎是有吃过羊肉的 这集喜良良的父母出现了 本应该欢喜的场面 没过多久却悲痛敌别 灰太郎不仅当喜良良面 炸死喜良良的妈妈 还把他父母给吃了 悲痛欲觉得喜良良愤怒反击 把灰太郎炸分上天 或成血腥暴力 这集不但没有任何教育意义 还是观看的人们有了负面情绪 喜良良与灰太郎在沉默的喜良良这一集中 羊存的小羊们不在沉默 一番商量过后决定给灰太郎教训 到了深夜悄悄去了狼堡主动回击灰太郎之前的骚扰 心虚是挤压了太多愤怒 小羊们手上握着刀表情 也是扭曲下人 捆住了灰太郎和红太郎 并且愤怒地砍掉了了灰太郎的尾巴 以此警告他不要再来羊村 骚扰他们做坏事 防卫和警告都说得过去 但羊是食草动物本性善良 不应有如此狠心去看灰太郎的画面 喜羊羊与灰太郎当中还有这么诡异的一集 费羊羊变成了失去理智 睁着瞳孔眼睛的丧失羊 看见羊他就扑过去咬一番常态的费羊羊 由当画面给费羊羊面部特写的时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